你好我是牛奶爸 今天真是太開心了 今天是2015年的12月16日 那我今天做了一個活動啊 就是購買書籍參加贈獎 贈品的活動 現前100名 那這個活動就是說 今天是新書發表就是牛奶爸的第一本新書發表 可以在網路書店包含伯克萊金石堂天龍都可以買到 然後呢18號才會在各大書局還有加勒服的量販店會上架 所以實體書店在 在那個今天16號是買不到的 那如果你是在網路書店買的話呢 也大概會隔兩天才會寄到你的手上 所以不要急 那個 只要你是在那個100 今天 或明天你購買的話你只要把截圖回傳 我的line讓我知道一下你已經買了就好了 那什麼時候到貨沒關係 我都一樣算在100名內 那100名內你可以做什麼活動呢 就是在底下 我這邊有講到的 好這個影片裡面有講到的 如果你有看完影片的話你就會知道 就是只要把你的 你的拿到的書跟你的臉合照然後上傳到你自己臉書的動態 上傳到你自己臉書的動態然後 私訊給我就好了 私訊給我你自己的臉書網址給我 我就我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去參加我的活動 這個活動我在這裡面有講 我就不再多講一次了 那今天主要的是要跟你講 一個新的功能 LINE8的新功能 我覺得蠻興奮的 早上就收到了 可是因為一直在處理大家買輸的 因為大家在搶這個前100名 所以 你看這個 又來了 就是 就是很多人一直回覆我 那 這個功能我覺得我蠻喜歡的 就是大家一直在問的問題 總算已經有解答了 今天12月16號真是太開心了 一個是新書發表 一個是LINE8總算官方推出這個 一對一聊天的電腦版 一對一聊天的電腦版可以解決我 打字的問題 因為每次用 手機去回覆 那個留言 LINE8的 一對一留言的時候 我都 我都手很痠 因為不 不方便在手機上面打字 所以呢 你只要點擊這個一對一聊天 點擊之後呢 就會跳出這個視窗 那我會建議你 直接按Ctrl再按這個一對一聊天 就是另外開個視窗 不要蓋掉原來的視窗 除非你原來視窗你不想要發訊息 或是做其他查詢 那你蓋掉就沒關係 那我是用Ctrl讓它跳出來 就是跳出這個視窗 然後你看 這邊一直有人回傳 就是 他們買書啦 然後 參加活動 哇真的是 好熱烈啊 那這個就是我要講的 一對一回傳的 功能 一對一聊天的功能 一對一聊天的功能 非常方便 所以你在這邊 左邊這邊是聊天區 就是可以看到你跟每個人的互動內容就在右邊 然後左邊看到這些跟你聊天的人 然後中間這個呢 就是去看你的好友 所謂的好友就是 他有跟你聊 第一次他有回覆你 然後你就 右上角可以按加入 或者是你在手機就已經按了加入的話 他就變你的好友清單 如果他沒有回覆 這個以前我們講過 不知道的人再聽一次 如果他沒有回覆你訊息 他只是純粹當成追蹤者的話 你群發訊息的時候他一樣可以收到但是你沒有辦法主動跟他一對一聊天 除非他今天 先回覆你 然後 跟你 對話 你就可以把他交入好友 那之後呢 你就可以利用搜尋的方式把他找出來跟他一對一聊天 那如果他第一次 他如果沒有先 回應你的話你就永遠沒有辦法跟他一對一聊天 所以 在行銷技巧上面就是你要送個東西給他 那請他回訊息給你 比如說回應訊息什麼什麼什麼我就送你什麼什麼什麼 你自己去想一個你要送的東西就好了 這很簡單 這邊你看我好友 其實我的 追蹤者有4000多人 可是我好友只有1472個 表示這1472個人 有回覆訊息 那也表示這是 的確就是 真的人 真的人 那其他人有的可能是 假帳號就加一下然後之後就 不互動了 這是有可能的 好 那所以呢 對右邊這個 設定 設定功能很簡單就是 設定語系啊 然後字體大小 登出啊 不要隨便都登出啦 很麻煩 然後提醒啊 提醒預設都是打勾的 聊天 聊天就是 預設就是按Enter聊天訊息就送出 按shift加Enter就是換行 然後好友管理就是剛剛那個好友管理 如果有封鎖的話名單會出現在這邊 關於LINE AT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個他的服務條款 常見問題 這常見問題不錯 你如果有更多LINE AT相關的問題 可以在這裡面去找 在這裡面去找 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話呢 或者是你覺得 用找的太慢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搜尋 好 那這個其實我也常 有時候 有時候那個 網友問我問題 有的我真的不知道的話我也會來官方去搜尋 真的搜尋不到我會寫信去問他們 就這樣 好這是今天要跟你 跟你說的 跟你分享的 就是第1個新書上市啦 趕快去做活動 如果你看完這個影片你就知道這個東西外面的人應該沒有人在交吧 好因為 因為有跟我相同經驗的人應該不多啦 就是 出書 上電視 上廣播 而且都是別人自動來找我 都不是別人引見我過去或者是我自己去毛睡之間都不是 純粹就靠一個關鍵因素 那關鍵因素呢 我在 你買書做活動 之後前100名我就會告訴你 你可以去加入會員 我到時候會給你加入會員的方法 好今天就今天這樣 感謝你收看 牛奶爸網路行銷8點檔 拜拜 下次見